当然 比起10年前 中联讯现在只是半价 但如果投资者纯粹博这个因素 我想提一提 可能是未必立刻会做到 可能是一两三五年后 现在因为打草惊蛇 怎会给那么多人赚钱 不过有一阵炒炒也比一谈死水炒也没得炒 其实中联讯炒来炒去 博不到4元 都是只有鸡 而且以它现在的走势 我又觉得炒上去博4元 看看4元楼上还能站不站得住 投资的话 投资者也未必会很取信 有时这期的报告其实也很明灯 如果真是比较有一个反弹空间 我就会觉得762 联通就会比较稳 这个纯粹炒消息 炒憧憬 炒预期 合并起来 如果说到大行 看着目标价这么漂亮 我就觉得有点天方日谈 不过有什么不会发生 说真的 联想真的被人踢出去之后 有得想一想一天在南丑 一天都没有日子过 在南丑里面向下炒 不如出回来 还可以真是有一片生天 而联通反弹的目标 我觉得8元搜住的话 上高都是看到 第一个位置 9.6 十个半附近这些位置 9.5 十个半附近 看看有没有机会到得到 如果这样计算 空间感会强些 最关键就是8元不要跌穿 或者甚至中电信3.6元都要搜住 如果市场这么有憧憬 怎会打到退 另一个板块 可以追求一下 就是石油股 虽然美国全面制裁伊朗 但它不想油价 一下子夹到抽到高 其实会令到通胀 会积标上来 想不加息也不行 现在市场已经消化12月 要再加息了 但是8.57 中石油 和883 中海油 是两种我稍稍觉得有点位置 尤其是8.57 挺好炒的 5.5元、5.6元、5.7元 可以买一下 6.5元、6.6元 这些位置又沽一下 1元炒上炒下 今年应该炒了很多转 不过 如果你只存在 坐在那里 一转也未有耐 所以这类股份 一来是周期股 二来受着油价 错上错落的影响 亦受着国策影响的板块 是适宜出出入入的 有时在这样的时势 我会觉得 出出入入都不是坏事 你这样才会见钱 如果你真的很害怕没有货 好像现在这样 今晚你觉得是好消息 会出来的时候 怕没有货 今天可能有些人在买些货 本地地产股 自从大妈省陆续出来说 好像上星期 信志的老板 王老板 就出来说 股市刷 其实对楼市没影响 楼市更好 接着雷霆出来说 又是乐观的言论 接着今天 轮到恒隆 陈主席出来说 他都说调整 都自由 调整都自然的 但是如果楼价跌 一定不会是因为利率 有什么其他因素 大家心知肚明 或者有得想想 我觉得 其实大家都既然如此乐观 他又觉得楼市 不会跌太多的时候 所以今天地产股 其实相对于 他们有这么大智药 再加上总理 他说到会降税减费 在内地 可能营商环境 对自己的经济有些帮助 令大家对于本地楼市 都乐观些 不会觉得是跌太多 甚至如果市场 例如楼价由现在超高 回回到一成至一成半 其实也不是便宜 但是交投 或者会稍微 不过市场 不知道会否冲景 就是楼价 却下来的时候 金管局 便会放松楼市政策 可能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有些资金 是趁便宜 再加进去 另外除了电讯 还有本地地产股 其实折量很大 本地地产股 我会觉得比内房更吸引 因为本地地产股 他们的财务 相对于内房稳健 因为大家有眼见 就是3333恒大 它发债 短债买得到 但长债 投资者都比较戒心大 因为现在这期 投资者都不太敢倾向 以利率的能见度 都是提升的了 甚至市场的信贴环境 都未必令人看得舒服的时候 买长债 其实风险大 短债是没问题 但如果像富力那样 他就不发债 他就发H股 变相 大率了 摊薄了 现有股东的权益的时候 今天 投资者都以脚投票 还有本地的内房股 始终近期在政策 甚至北京的成交 跌了四成下 令到投资者都不敢长游 反而资金回流回来香港 始终供求因素 和息率都相对比较吸引 令到本地地产股 这些相对大折扬的股份 又有恢复吸引力 我觉得资金 暂时先把这些股份 暂时不会有太长远的考虑 还有就是 有股我会觉得 8.57%可以投资一下 另外 近期 一些资源价格不差 内容木业下跌3元 上周到2.8元 我觉得这些位置 又可以及落下 说真的 现在不买 难道6元去追 近期的走势 其实由3.8元附近 这些位置 抽到6.8元 6.9元附近 现在辗转 回来 回来真的很多 已经可以说 回够了 现在可以留意 继续守住2.8元 我就觉得 内容木业可以后后 但因为这两天 它站起来50天线 去到3元上 成交缩 所以不需要急着 在3元追 有位置给你买 这个月应该是 发得很重要的 但发下去 不要害怕 发上去 你又不要心红 一追 就怕出事 还有些个别的股份 上周见到 建涛化工的 张国荣主席 他现在做什么 都可以披露一下 他说了 他又没有叫我 不告诉别人 因为上周 是一个同乡社团 的联会 甚至是一个活动 的开幕 看到他 他说他现在做了 The Big Shot The Big Shot 是什么呢 他正在撞上 Amazon 因为觉得 这股份 不应该值100倍 PE 去到这些位置 其实美股都高 除不升韩 大家 即管看看 他上次 只是炒卸国泰航空 都可以这么厉害 是吧 甚至是胜利大同盟 而之前我们上一堂 都放了些号码 但是没有叫大家 立刻做 所以什么都不写 什么都不做 只是给了号码 大家看 在我们第一堂的时候 赫国泰航空近期 曾经因为 涉物 失手过10元 不过幸好 香港 要订一条法例 都可能要订十年八载 所以对于 这件事 暂时似乎 都松了一口气 但是都要面对 很多很多的调查 但是以国泰航空的股价 我又不觉得太差 如果他再下来 10元边 或者10元楼下 做回箱底 就留下 以他本身的质地 不差 因为他的机票 相对还是贵 另外就是 汇丰 会有很多朋友问 买不买得 但是上次 60元那里 险死还生 我们说 抽回来 其实都反弹了 差不多一成 这些位置 五十天线 我就不会 在这些水平博 如果他 倒回去 如果不是 像我那样 想着60元以下 才会 心急些 现在都六离息 还那么进取 那么贪 那几格做什么呢 如果大家 分段都存货 可能 五号会空 我看他今年的业绩 未必很飙青 因为今年 市场的情况 是一般 再加上他 都坐着很多很多的债券 债价 今年都坐得很紧要 可能那里都会有些损失 有些损失 五十天线 在66.3这些位置 其实当得很实 如果真是买的 就是63元 便宜了 便宜了3元 回些 应该有机会的 63元 63.5这些位置 会有得给你见 我觉得 没那么快的 日本利银行 反而担心楼市 比地产股更多 我想暂时 他们担心的 不仅是楼市 是担心贸易战的因素 可以预期 未来 很长年累月 我们都要 在贸易战的阴霸 是过活的 尤其是 我想始终 很多投资者 是 在生平 未见过 中美打贸易战的 所以 这一阵 亦都很多大家 未必会记得 当年 日本和美国如何打法 或者甚至 苏联 即今日的俄罗斯 和美国 是如何冷战的 其实 当年 列根 那么开明 都可以 打到日本 下花流水的 有什么 可以说 是 impossible 所以 投资者 其实 一定要 在现阶段 市况 我会这样看 就算有反弹 再夹上去 都是制造机会 给大家打反手 做淡的 至于我自己 7300 我还没得到 因为 我自己的户口 要经历很多重关卡 才购买东西 结果 我每一次都要做 QR Code 的测评 结果 测评到 都有一些一塌糊涂 所以 暂时 都 每一次做事 都比较麻烦 但是 其实 等得回 7300 南方 恒指的反向ETF 我觉得 落到 5.75.8 这些位置 都守得很好 都不需要太担心 如果再回 还可以 留下 因为整个月线图 它是形成了一个大圆底 不过 它的圆底 在近期 它急升至上六个二毫多之后 其实 就已经有少少 抛离了主要的移动平均线 所以 现在 你将它当作 一个 对冲的考虑来做 或者 当市场再夹高一点 你才做淡 都未迟 那么 它的五十天线支持 在五个八毫半 看看有没有机会 在这些位置 挡回货 指数 我又觉得 暂时看不到太多 24500 总之 继续守住 又不敢那么淡 但是 上高 甚至26500 甚至26500 上不回的 亦都不敢看得很深红 所以 测上测下 看看发变变 今个月 可能又是另一个 很大波幅的月份 细意猜不到 可以好测 所以 就算买货 都要自己控制住 注码 还有 有股就吃 否则 明年贸易战的影响 真的尽情反映 其实我们现在 股价都在反映这个情况 还有第三季的季绩 明天就要看着港交所 下星期三 就要看着腾讯 如果两个都不太好 还有就是特朗普 如果数完之后 美股是拆不住 那我们港股 势必守累 还有 就要看着A股 A股是今天跌着收的 还有人仔 如果人仔 再赌下去 真的穿七算的话 那 就 嗯 大家自己好自为之 所以现在就算 今个月 你拿着一些货 不肯吃糊的 反而可能更害怕 那如果有对冲度 那当然不需要担心 近期的散户 他们自己本身 很多都是 买牛熊证 少住去博的方向 就多于看个股 个股你都不知道 哪个开大 哪个开小 只是腾讯都难估 每天这么大成交 对不对 那么 国策的东西 我想我们不是躲在 主席的床下底 又不是躲在 中南海 紫光角的桌下底 其实都难些掌握 这个时势 不要当自己是先知 多谢大家 其实都难些掌握 这个时势 不要当自己是先知 多谢大家